先重述再过情人节 第一题 ESG分别代表什么意思? 是不是永续环保的意思? 我记得跟永续环保有关 一是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然后 S是社会责任 social G是governments 公司治理 ESG 谈续下去 第二题 请讲初三座台湾的山 阿里山 玉山 雅明山 第三题 请讲初三种述的名字 龙树 张树 今天的是 柳 柳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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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柳树也是一种 第四题 生产出十箱A4纸 需要盘几棵树 A3棵 B6棵 B9棵 十箱 对 三棵 对 反正是六棵 这么多?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 才几箱A4纸 对对对 真的要结成用纸的量 对 第五题 台湾未要造零达成碳中和 需要重多大面积的树 A6座101 B6个台湾 C6个尖石箱 该不会是六个台湾吧 对 没错 而且是重满 完全没有任何人 我们是第一名 对 都在家里面 第六题 集数节是几页几号 三月份 312 跟情人节差两天 314 先种完结再过情人节 对 先种完结再过情人节 第七题 讲出三个你爱护地球的环保好习惯 随身攜带环保餐具 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再来就是能多参与环保议题 可能静摊啊 纵数啊 让这个地球变得更好 多搭买